大家好,我是勇士老师 这支影片要跟大家介绍动心卡的设计初衷 在个案陪谈的历程中 除了一开始理性问题确认目标 很重要的是后续的应对方法 也就是如何改变 无论是想要更好或者是解决当前的困扰 改变都是由一小步的行动累积而成的 这也是我想要设计动心卡的初衷 透过排卡让人有一个工具 激发灵感跟方向 更能够找到改变的行动策略 东心卡的内容参考脉轮的架构 提供不同主题 有生活面的调整 也有心灵层次的改变 透过选牌或抽牌 带来更明确的指引 可搭配聊心卡的滋养组或亲密组 作为后续行动的步骤 最后再抽放心福卡的正向祝福 就是完整的自我陪伴 或助人的排卡运用历程咯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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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